大家好,歡迎來到世界十大這個頻道 很多人認為LEGO只是一種玩具 但實際上它有很多實用的用途 可以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一塊一塊的LEGO拼湊起來 就有無限的可能性 只要你夠想像力,就什麼都做得到 用LEGO你都教訓,實好易明 烏龜好可憐,找一個LEGO去幫一下它 完鬼日後再買多一把新刀 隨時再加多格都沒問題 用來做電腦機箱就好有型 不過可能在散熱那裡就一般 LEGO禮物盒? 難道裡面又放一些LEGO來做禮物? 用來做鎖匙扣挺好 不過中間那幾個洞是不是要自己住院呢? 最敗不就是用黑色 現在搞到變成黑心情侣了 你們猜這幅牆要用多少LEGO拼湊 一場以外令到Kristina失去了左腳 不過就是這樣 他就成為了 第一個在世界上用LEGO來做易知的人 如果想我繼續做一些輕鬆的話題 留言告訴我吧 記得按訂閱 繼續支持世界十大這個頻道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任何一部影片 按完訂閱之後 還要按訂閱旁邊的小鈴鐺